大家恭喜發財 首先和大家拜個年 祝大家百事亨通 千事吉祥 萬事如意 我是Maggie 今日我的VIP很厲害 亦是來自香港的 有舞台歌后之稱的Susan Sosan 大家好 其實我經常覺得Maggie說話 真的非常適合 因為新的2019年已經到達 很快的堂力練習 所以永遠都是恭喜發財 身體健康都適合大家 是的 很開心我們都是姐妹一場 沒錯 我們一起認識了一段時間 我自己覺得Maggie很有才華 做主持了得 唱歌又非常好 又看得又做得 非常好 謝謝 謝謝 很歡迎你今天來 我知道你剛剛美嘉演出 亦是很成功 謝謝 剛剛2019年 我很開心 和你一起度過 是的 一起度數 是的 你在百樂門做了第一次是特別嘉賓 甚至是神秘嘉賓 是的 但其實大家都知道 幸好 我經常覺得三藩市是我的家 因為我都會去美國不同的地方 紐約 西亞特 三藩市等等 蘇里達 我都唱過 但三藩市有一種親切感 因為我自己的家人都很多 我爸爸其實第一次移民 我爸爸走了 都是在三藩市的 所以朋友又多 又有Maggie 還有很多香港人都是特別親切 這些人很熱情 是的 你當然有這個名字 舞台歌后 你當然是很擺得住 那些觀眾的那種心態 你又幽默 又開心 唱歌又好聽 你真是誇張 真的 因為你可以令到那些觀眾很舒服 而且你可以令到氣氛很澎湃 嗯 但我覺得這樣說 是相負相成的 一個有經驗的藝人 做戲也好 或者唱歌也好 當然你有經驗 還有你自己有這個天賦 或者的才能 是好的 但如果你付出 而是有接受 那些人又友善的 那個氣氛和結果 是更加好 更加澎湃 換句話 譬如有些人是 他不是不想欣賞你的歌 他的風格是比較沉默 嗯 他不是不喜歡你的 你那些不是的 對 三文字的朋友很熱情的 真的 他會回應你 譬如我那天覺得 唱《梅德面幻四》這樣說 但意義是好的 因為每一年 你都會 每個人都會有些 預料不到的事情發生 天災人禍也好 很開心 做六合彩也好 你預料不到的 但當你很放鬆地讓他經過 是開心的 所以我唱《梅德面幻四》 然後我叫大家一起唱 每個三文字的朋友都會唱 那你說是不是很親切 氣氛又很和諧 自己做個歌手 都覺得好像 跟家人徘徊 過時間 特別溫柔 是的 我想八九年前 差不多有十年 有 第一次你來的時候 不僅是跟周潤發 是的 1982年 在《梅德面幻四》唱 很開心 很幸運 那次我也有去 是嗎 他真好 他真好 因為那次和法哥 他上海灘很紅 其實是他帶我來 三藩市第一次表演 在《Masonic》做演唱會 他就巡迴美加 Vancouver Toronto Washington L.A.和三藩市 第二次我來三藩市 表演 就是Maggie姐 同一位叫Grace姐 他們安排 是的 我真是很感謝你 是的 開始很開心 很開心 很開心 是的 那時候 沒有什麼人搞演唱會 Locally 即是 也是一個很大膽的嘗試 他們搞得很好 那次我也不太有經驗 但是 是嗎 沒有經驗都這麼好 真的 自從你做過之後 我再請你回來很多次 是的 亦都和你一起去過 Chicago 是的 很開心 是的 有去過Chiato 是的 大的Casino Show 也有做過 Maggie很厲害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 剛才也提過 要相輔相成 當然如果你的拍檔 或者你的環境 譬如 好像導演很厲害 Camera Man 輔導演 每個人都好 但假設你有機會去表演 或者做任何的演出 而是對方跟你沒有什麼默契 我們都可以處理到的 但是如果是好的 結果是否那個結果是 更加好 是的 所以我真的覺得 有一個這麼好的機會 跟你拍檔 我都覺得 你要多些拍檔 是的 很榮幸 他真的很厲害 你們不知道 香港每個人都很希望 要看到他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我想回來問問你入行的經過 好嗎 好 好 廣告之後 精彩繼續 歡迎回來座談天下 我今天的VIP 就是香港很著名的歌星 就是蘇珊姐姐 哈囉 你好 剛才說了你剛剛來三藩市和我們演出 亦去了很多其他地方 那你呢 很小時候已經入行 是的 其實呢 我就 其實踏上舞台的時候 就是姊妹花形式 因為我媽媽是唱歌的 以前的風格很流行 譬如就算你演戲也好 當然是找兄弟姊妹 叫女兒出來頂住 你知道 鄰居下陳伯的兒子 出來就是很流行 我媽媽又唱歌 有時候有那些巡迷 就是什麼意思呢 在燈車唱歌 在香港有瑞卿公司 一個百貨公司 外面就是彌敦道 有些花車 一些人去巡遊 沒什麼錢 但是這樣踏上舞台 已經當作入行 你說成多少歲 四歲 四歲 因為那時候我是姊妹花 我媽媽很流行 譬如她唱歌 如果適合姊妹 當然可以有少許利是拿 那時候也流行姊妹花 她跟我姐姐 和我做這一套的晚裝仔裙子 唱了兩首歌 三首歌 已經有一個收入 老實說 以前那一代 就是沒得代 媽媽幫你代 直到自己可以結婚 所有我賺的錢 就要給我媽媽 好了 四歲五歲 就合唱 不用說慢慢唱 有成會去唱一下 新芽 表演一下 去到十二歲左右 當然中間八歲 九歲 有參加這個歌唱比賽 吸收經驗 玩 十二三歲 就開始唱酒樓 那時候很流行 有酒樓show 那時候我很記得 我唱新都城 駐唱歌手 也有少風姐 很厲害 看她唱歌 那時候你唱酒樓 老闆就會被一圍台 所有員工 你唱完 你可以吃得很豐收 當然你中間 你唱三首歌 已經是break time 你可以看到很多 不同的表演 有人有雜技 把那些碟 摔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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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舞獅 很多東西看 不會晚的 我們唱得最多十一點鐘 已經是finish 不會的 所以 那時候是大約 什麼年份 70 70年代 70年代 70初 那時候小楓姐已經很紅了 是啊 可以看到她的衣服 我可以告訴大家 小楓姐一點都沒有變 身材一樣 好像葫蘆一樣 真的非常漂亮 而且她風才依然沒有變 她當年 我們不說多少年 這麼厲害 跟現在是一點都沒有差別 很厲害 那時候學習 看 她很開心 一邊唱 然後去到另一個 另一個部分 就是老闆 另一個酒店老闆 看到我和我聽了唱歌 她就和我媽媽說 她說 我不想請兩個 我想拆當 我想請個小 我姐姐比我大 因為我姐姐有點肥 老闆就想請我 去酒店唱 但是她當然要問我媽媽 我媽媽就很特別 又問 但是幫你回答 通常都是這樣 女兒 陳老闆說請你去唱 你想不想唱 可以了我幫你回答 那些是通知你 是通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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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我幫你拿主意 這樣就開始我自己的生涯 由12歲開始 13、14歲 那都開始自己 我想問你 當時呢 你姐姐和你的關係 會不會選你 不選她 她會不會有些少少 她有的 我覺得她不是生氣 但是她會生氣老闆 她覺得這個陳老闆 就沒有眼光了 因為其實一路以來 合唱的 我是 我是不太想唱的 其實 我唱歌的時候 我就覺得 有個盤 媽媽說要做 我們也不會反口 或者搭嘴 那是風格 你根本就不會拼搏 那時候很聽話 對 媽媽叫你做什麼 那你也是 現在不會 好像我自己 也做了媽媽 我的女兒 她不是說不聽話 但是 甚至我女兒 她也會問你 她會問你為什麼 但是我們那一代 是不會 不會 問為什麼 她不斷叫你去做 你就去做 但是我知道 我姐姐有些少少 不開心 我就經常覺得 姐姐有個盤 那行 沒那麼害怕 因為始終自己 覺得一個人 還沒習慣 但後來 慢慢培養 培養 培養 我姐姐也開始 覺得 哎 都 都喜歡讀書 那 交給你 那你現在 姐姐就沒有再唱歌了 沒有 是嗎 她讀書很厲害 她就沒有再唱 她的腦筋 轉數很快 這樣 那你當時的時間 因為你這麼小 已經開始唱歌了 有沒有令到你讀書 那方面 會缺乏課 或者沒有心機 不會 因為我讀書 我們三姐妹 即是我父親 以前流行的 我有兩個媽媽 即是我親生的媽媽 有三個 我姐姐和我妹妹 我姐姐和我妹妹讀書 我們三個讀書都厲害 我沒有她們那麼厲害 我考第一 我也考第三 你那麼厲害 全級的 很棒 你真的厲害 是的 我去到讀書 我開始喜歡唱歌 我的中學老師打電話給我媽媽 她說 你不要叫你的女兒 繼續唱我 你叫她回學 你想想我是 pretty good 但是我自己 就有少少喜歡 我喜歡那種自由 咦 賺錢 雖然給了媽媽 時間好像很flexible 可以做很多我自己 喜歡做的事 例如穿漂亮衣 因為我都挺貪靈的 但是我也是這樣跟我的學生說 我就覺得 你有多厲害的才華都好 讀書真的沒有忽略 因為譬如有人叫你看劇本 喂 導演很好 好像我人家今天的導演 喂 看看劇本 我不是不懂中文字 我是不懂字的 那你多理規 例如那個角色你處不 你是沒有這個文化 我不用你考第一 我又不用你做一個博士 但是有學問 是必然對你的art有幫助 所以我都會鼓勵我的學生 千萬不要說不讀書 或者什麼的 那當然我就不後悔 因為我都是讀書就差不多了 我想那個緣分就是這麼多 為什麼你的英文說得這麼好 因為我家人說英文 我是混血兒 We speak English in the house 你是否香港人還是澳門人 我是香港 其實別人問我 我是百分之一百的香港人 血統就是混血 因為我有葡國血統 我有德國血統 Filippino Spanish 如果不是拿不到回鄉證 總之因為我爸爸媽媽也是混血 我就會混血 不是混帳 是混血 所以會這樣 但是不要緊 我覺得 我也覺得我是百分之一百的香港人 都是中國人 你說什麼都好 大家都是好人 對 所以Spanish 你特別漂亮 特別聰明 你也很漂亮 好了 我們現在先去廣告 好快回來 千萬不要走開 好快回來 我們繼續訪問 我們的舞台歌校蘇珊姐姐 Hello 我很開心 你剛才告訴我 你這麼多經歷 你入行那麼久 尤其是你小時候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那段時間 你也很年輕 你那時候 去到夜宿場唱的時候 有什麼趣事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很多趣事 因為我都挺 我的歌唱生涯 我不是熬的 歌唱事業都挺豐富 我又唱過酒樓 酒店很多 酒廊 公司 公司 演唱會等等 我告訴你 有一個很特別 因為有一年 我去了 我做了 《家宴與小甜》 一個節目 有一個澳洲的製作者 叫做Ernie Sigley 特地叫 找人找我 去他的節目 在澳洲唱 1977年 那好吧 很開心 坐第一層 他包了我們去澳洲 你那時候十幾歲嗎? 不說 很小 十幾歲 很開心去唱 為什麼我要特地提 因為那時候 他特地給我們一些 最好的東西 第一層 要帶人帶我去 因為我還未夠十八歲 很開心 為什麼回來 我媽媽跟我說 我接了一個工作給你 好 接了一個工作 不用說 他接了你也不用問 什麼工作 心想 家裏 酒樓 夜總會 酒店 究竟是什麼 那時候 好像美國 一定要21歲以上 不用 其實不用 如果好像我們未夠 那個年稅 就要媽媽或者爸爸 簽合約 我媽媽接了這段 很特別 以前 如果大家知道 那時候 在香港 有些很高級的夜總會 例如 不是夜總會 就是餐廳 好像Hugo's 或者Amigo 那些人 就去吃鴿扒 吃西餐 那後面 就有些菲律賓人 來幫你們叛咒 哇 很classy 那樣的Chef 或者是侍應 就會在你旁邊 煎牛扒 好像很新鮮 很貴族 很高貴 很貴氣 那我媽媽接了一間 這樣的工作 就在香港 現在都拆了 可以說 在銅鑼灣 在明珠酒樓 旁邊樓上 露天的 就可以在這裏 吃東西 那OK 那去到 就很不開心 因為要穿晚裝 已經很累了 以前一定要穿晚裝 現在可以穿得有型 穿晚裝 已經由於拿著晚裝 換衣 去到沒有microphone 要清唱 即後面半咒 你要清唱 靠你的實力 已經第二不開心 媽媽又代了錢 好 也不要緊 最難過 就是什麼 三個叔叔 就拿著吉他 去台台唱 是一定要 免得 因為老闆要你 唱完一 就唱二 table two table three 不論人客 有沒有叫你 這個是你的job 去到 最難過就是 我懂得聽中文 我三個叔叔 那些菲律賓人 是不懂得聽他們說的 有些很有禮貌 在腳趴 就放下刀叉 聽你唱 oh bluuuu spanish 拍手 有些是沒有這個文化 就一直在腳趴 一邊說 都沒有叫他們唱 還要在這裡唱 都不知道做什麼 或者有些 你知道 那時候入行 已經不夠現在那麼好 收為沒有那麼好 你當然聽到 一套已經是這樣 第二套已經是這樣 你會有一點點憤怒 即是覺得 沒有搞錯 老闆叫我敬業樂業 你還要這樣說 有些譬如 三個人去吃飯 女士去洗手間 聽到那些男士 打算怎樣整醉別人 或者什麼 即是有時候 自己聽到這些 你說多不開心 好啦 有些譬如給你提示 就以為很多 譬如他給你10元 那你四個人 就 我的年輕人說 現在我們要做50元 大家都做50元 你做50元 我做50元 我做50元 即是兩個半 即不是說多 但250元 都沒得多 因為要全都給 這個氣氛 挺難受 但是 你有沒有想過 因為如果你沒有經歷過 你沒有今時今日 沒有 我都感恩 是不是 你現在有很多 舞台節目 你知道那時候 我認識到一位 他是我粉絲 唱那個餐廳 是羊群影帝 哇 他是我粉絲 這麼好 是啊 所以你說得對 這是重新的經驗 好啦 不如你跟我說說 你現在又做舞台劇 也有一個 自己的節目 叫做 今晚見 星期五今晚見 還有 未來你又有 演唱會 不如我們 嘔說 好不好 其實我也是感恩的 很感謝天父給我 這個 這麼豐富的 career 也很開心 認識到很多 你們的好朋友 知音朋友 才可以這樣 來到今天 今時今文 2019年 我又唱過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event 最近 最有驚喜 以及有一個新的 學習嘗試 我正正式式 做了這個舞台劇 舞台劇很吃力 因為原來是講teamwork 個個都要出心出力 一個人的力量不夠 要經常唯讀 沒有什麼錢賺 所以連導演等等 個個都是賺了一個過程 一起享受 之後又可以有正正式式 我一個個人的音樂節目 是呀 是這個叫做 我也有看到 星期五今晚 也都 馬上唱歌的 對呀 因為有難度的 因為老闆是想做到 有一點點 以前歡樂今宵的感覺 就是怎樣 不能錄影 即場 live band 所以我的嘉賓 個個都厲害的 很難得 因為我發覺 請嘉賓 有時候 很多時候 會有些problem 例如有些是版權 是 有很多想上來 但因為公司和公司 不是個人的 例如我想來幫你 Maggie 但如果我公司和你公司 可能有些少少 politics的事情 所以都 都 一個過程來的 要學習 但這樣很多 有上來我今晚 見朋友的嘉賓 很多謝你們 這麼支持我 so kind 你那個演唱會 在香港 五月舉行 母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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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等母親節 好啊 好啊 我很期待 盡量 在哪裏 在5月10日 在麥花省 其實這個場地 葉麗兒姐姐 剛剛都有做過show 香港很難找場地 所以我今次有福分 可以搞搞的歌唱 希望大家多多來支持 如果有些朋友 在三藩市 你們剛巧5月 在香港玩的 歡迎你們來看我 這個歌唱 是5月10日的 好啊 那現在你有什麼 跟我們三藩市 天下為事的觀眾 說幾句呢 各位三藩市 天下為事 觀眾 最重要 我經常覺得 不論是新年也好 聖誕也好 你們個個最重要 就是身體健康 家庭幸福快樂 豬籠入水 因為很快就豬年了 最重要就是 想個樣 得個樣 恭喜你們 好 好 謝謝Susan 今天來接受我的訪問 謝謝你 祝你的演唱會成功 謝謝 好